问剑M7这车真倒灶啊 你想买一台四驱版本 你去年十月份十月份订的车 到现在还有人没提到车 产能是真跟不上 两驱版本呢 我蹲二手车蹲了一个来月才看到一台 虽然便宜啊兄弟们 你可以参考一下收车行情 比新车可能便宜了四万多块钱 但是兄弟们我不甘心呢 百公路加速差三秒啊 在董事丁排行榜上 你能看到问剑M7已经霸榜了 销量遥遥领先 碾压了理想系列 但是理想系列现在二手车就很可怕 多吓人呢 爆仓的状态 满大街你能看到理想L789的二手车 包括曾经三杆的理想万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局面 可能是因为问剑 它的负能比较厉害 什么负能 自驾的负能 还有啥 可能 我没被问剑充值啊 首先兄弟们 起码充值的情况下 我得带个图片 这条视频兄弟们 除了二车行情图片之外 所有车型的图片我都不访 我只想说的是什么 如果说兄弟们 现在买了问剑M7的 或者是摇摇 无期等不到M7四驱版本 就是百公里加速4秒8 那个版本 309800这个版本 自驾版四驱五座 或者是六座的四驱版本 自驾版本 你现在还没提到车 还不是直接转订单 干问剑M9呢 为什么因为我在我心目中 家人们问剑M7多少 差点意思 差在哪里 评论区你自然会能找到答案 因为我说这玩意儿 我怕被余老师起诉 然后理想R789好不好 好 那好也得是 3月1号之后改款 到底能改成什么样 现在只知道电池变大了 Max版本 可以选大电池了 还有就是8295的芯片了 但是8295芯片 现在燃油车都用上了 奔驰翼都有了 这也不算稀奇 所以如果说想买增程 或者是豪华新能源电车的宝贝们 咱三位以后 以后再去做选择 我感觉不会让你疲惫 也就一个多月时间 年前尽量变买新能源车 别问我为什么 啊宝贝 我怕你赔爆炸了 我怕你赔爆炸了 谢谢观看